他痴情于绘画 一笔铁画银钩 名扬天下 他身处当代 却极力坚守传统 为时代而歌 范增 长门市 准点加息又务 俄美春友人度 千金重买向楼赋 莫莫辞情绳术 君母 君母节御患 飞燕阶层度 贤臭醉苦 修去以为楼 想正在烟柳断残处 1979年 荣宝斋组织的一次海外画展 把范增一举推到了 著名画家的行列 三十多年来 范增一期秉承古典主义美学的 中国画扬名海内外 作品也早已价值连城 但范增对金钱的态度 却始终是一种淡薄与超然 因为我所需要的生活等等条件很有限 那这个再多的钱是没有丝毫的意义的 所以这个钱对我来讲不是快乐 快乐所在就是我在人类的文化史的积累上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 在世界人类文化宝库里增添了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我时时刻的要问自己的事情 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时刻的要问自己的事情 范增生于南通 长于诗书世家 家族里虽然没有出过封疆大历 却历代都有诗人名诗 他的曾祖父范博子 就是清朝同光年间的诗坛领袖 范增从小对文史与绘画的偏爱 与他后来性格气质的形成 不能不说是受到家族文化的熏染 那么这个历代都有诗人 其实生活比较清贫 安平乐道就成为我们这个家族一个固有的品格 范先生他有机会得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教育 这可能是一个人少年时期形成的一种文化素养 和他的一种文化趣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955年 范增17岁时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由于绘画才能突出 后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国画 著名画家蒋兆和 是引导他跨进绘画艺术门槛的老师 此后他秉承着家族潜心智学的传统 对中国古典文化由兴趣转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学习 美院毕业后 范增被分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林摩古画 70年代中期反正已经小有名气 但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他也曾有过普通人的窘困的生活经历 当时这个穷的时候呢 我没看到我烦恼 我很快乐 有时候星期六 好明天一天好极了 在屋子里读一篇书吧 买五根馒头回去 冬天屋里有个煤酒炉 烤了馒头 咸菜一壶开水 哪有钱买茶叶 快乐 一种无重劲的乐趣 能够认识到读书的乐趣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从小在我们这种文化家族是形成了的 那时候他的运功实在让人佩服 一个是他起得特别早 六点钟他准起 那时候写文章画画 他已经就开始了 有一次我到他家去 我一看上他那厕所 那厕所那个门后他 就是厕所的时候 入厕的时候 对着那个门呢 上了一大片条子 有这个历代的这个时间的 这个朝代的演变 有这个红楼梦 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有这个谁谁的诗词 我估计他那个上厕所的时候 他一定是不闲着 一定是在背 范增在古典文化上的学习和积累 最终体现在他的画作中 他在继承古人减笔泼墨的基础上 确立了个人的风格 1979年 荣宝斋组织了部分中国画家的作品 在日本举办大型画展 范增作为参展团队中最年轻的画家 幸运的参加了画展 并大获成功 那次战老黑 别人都是五张画 六张画 唯独他 日方要求多一点 多多少 说多少全行 最后他二十张 二十张一挂以后 还没开幕 已经全部添上红条了 大获成功 可是卖的钱不少 可是也不能够在日本拿 这是公家的事情 这永保在的事情 大概回来以后 分给我几万块钱 那几万块钱当时巨款 那简直是 我觉得是一个巨款 因此最大的快乐 上街买书 买书 买书好像是 带有一个富豪 一种状态 买书买紫买毛笔 画画 从79年以后 我的名声就飙涨 声明 我大概35岁 名批国中 35岁 当我45岁的时候 在日本就建立了 我的范增美术馆 在日本的这次画展之后 一家企业为范增建立了美术馆 这也是迄今为止 在日本国土上建立的 除毕加索之外的 另一个外国人的美术馆 对于那一时代的中国艺术家来说 这无疑是个神话 同时 这也确立了范增 在国内外画坛上的地位 在范增的画中 处处流露出一种浓厚的古典主义气息 和强烈的文化个性 这使得他的作品 在当时令人眼前一亮 几乎在第一时间 就征服了人们的视线 范增的画 是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人 还能画出了这种古典美的 非常少有的画家 那么因为我们是文化的大国 我们的历史情节 还比较深的一个国家 所以很容易就认可范增的绘画 所以这样有一个很大的人群 喜欢他的画 如果说范增的画 在当年以其纯熟的技巧 和鲜明的形式感 令人耳目一新的话 那么在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着深厚积累的学者眼里 范增的绘画所引发的 则更多是他们在心灵上的共鸣 著名学者叶家莹 就是因为范增的画 而与他相识 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坛上 留下了一段佳画 叶家莹大概是八十年代初 他就在西山避云寺 看见范先生画的一幅 曲子形影图 看了以后他就非常惊呆 因为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 来技术当时的那种感受 他就是自己受到非常大的震撼 他讲我半生 老是想象曲缘是什么样子 但今天我终于看到了曲缘的面容 他认为曲缘就应该长成这个样 那么我们说一个画家 对一个古人的描绘 实际不仅仅是描绘一个古人的形骸 而是执照古人心灵 确实理解了他本身的那种文化情怀以后 来把这些东西传达出来 所以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素养 有这样的一种艺术创造的手段 所以叶先生看了这幅画以后 才会感到这样的一种震撼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范增就是一个画家 而范增在文学和史学上达到的高度 同样令人瞩目 实际上 在大家熟知的画家身份之外 范增还有着另外的身份 在南开大学 他担任着历史学院和文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终身教授的职务 著名学者纪献林 也曾这样表述过 他对范增的认识过程 他在为范增所著 《庄子显灵记》的序言里 这样写道 认识范增有一个三部曲 第一部认为他只是个画家 第二部认为他是个国学家 第三部认为他是思想家 你们知道我有个24个字的自我评价 讲 词欲绘化 能书 偶违词张 颇书几怀 好读书史 略通古今之变 看来还挺谦虚是不是 这里面可问题大了 词欲绘化 词欲议 词欲议者 比金欲数 他的技巧一定极高 能够对这个痴迷的 他没有不高的 词欲绘化 所以高不高就不要说了 能书 我这点比较谦虚 我能写良知 可是今天当今日识的书家 他多敢讲自己能书吧 我讲能书是要和古代的书法家 一试高地的能 而不是记账的那些先生写的毛病字 那个能不是 偶尔为吃账 颇素几怀 我还不是专门的诗人 我偶然学着吃账 可是能颇素几怀 那是不容易 好多舒适 那我从十几社开始 到今天 早起五点钟前干什么 五金起来看月亮 没这回事 在书房里 略通古今之变 可不是一件容易自弃 过去司马前讲 旧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谈后用语 这是司马前 这个千古的文章 看司马前 那我也还对司马前抱一顿谦虚 他通古今之变 我略通古今之变 可以这样讲 在范征的书房里 堆满了古代名家的经典 多年来 范征爱书与读书的快乐 一直不曾改变 而今出自他个人的论著也不断的集结成书 在这些装真精美古朴的书籍中 范征表述着他关于回归传统 回归自然的艺术观点 我们为什么现在反复强调回归古典呢 回归古典实际上是回归古典的那种精神 在意大利唯一复兴时代 他们提出回归古希腊精神 也是回归的古典 因为人类前进 除去了在自己的知识的宝藏里 群取营养以外 比无他妥 那么我们现在的艺术要前进 只有把古典主义的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能够掀纳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前进一步 这才是政大之道 在范征的著作中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长篇诗歌 《庄子显灵记》 他不仅仅是一首长诗 他可以看作某种程度上 看作范先生的一个艺术宣言和文化宣言 那么在这首长诗里 当然他想象很雄奇了 古今中外 在这里面 庄子 老子 海德哥尔 埃斯坦 毕加索 范博子都在这里面有对话 进行这种观念上的一个碰撞 在《庄子显灵记》中 范征运用他的想象力 打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平台 他心目中的众多古今中外的圣哲先贤聚集于此 开始了关于艺术 关于哲学和自然的对话与交锋 值得一提的是 这首数千行的长诗 包容了各种诗体的样式 调动了丰富的诗歌艺术手段 以这样的方式 范征生动地表达了 他对当代艺术与哲学的思考 同时也展现出他学识的广博与精深 他认为像庄子里面所叙述的 天地有大美而不严 似是有名化而不异 那么这些东西它表明了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认识也不超乎这个 就是宇宙万有它是有秩序的 那么这种秩序就是一切我们人的美感的来源 那么只有我们人的行为 我们生存的方式是合乎这个秩序的 那么这样的人生它就是一种美的人生 不仅是一种美的人生 而且是一种合理的 这种社会的存在 它和服这种秩序 它就是合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讲要建设一种和谐的社会也好 或者我们有一种和谐的天人关系也好 和一种和谐的审美秩序也好 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触发的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它的标准这一角度 符合秩序的是好 符合秩序的是坏 艺术 无论绘画 无论标课 无论电影 它都有自身所特有的秩序 而这个秩序就是规律之所在 就是这个艺术能够存在的原因之所在 离开了这个秩序 那它就是坏的艺术 它就是坏的艺术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 对于自己的艺术观点 范曾不仅著书 而且在他所到之处 还身体力行地进行宣传 这种行为虽然也曾被别人不理解 但是在他看来 这似乎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么在陈确看来 像王国卫这样的人物 他身上肩负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继承 成绩的一种任务 他讲武才 就是我们这些人 武才所学观天命 我们这些人的学问 我们这些人从事的事业 关乎天命 什么是天命 天命当然就是讲我们的 他讲的神州文化 能否入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人他对自己 这不是说自大 也不是说狂妄 他是对自己的一种期许 就是说我对这个文化有一种舍我欺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感 那么我想这种精神 我们有的时候在范先生身上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得见 就是总结出一句话 就叫武才所学观天命 那么我的所作所为 我每天在这里自自哭哭 双尘叶语地去画画 我不停地写文章 表达我自己的观念 那么都是为了这个 今天范曾在诗书和绘画方面的造诣 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我们不能妄加评判 不同的欣赏者会有自己不同的解读 但不论是他的诗或书或画 观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出一种挥洒豪放之气 你比如说他写的那个散文 他的散文有的时候 基本上就像古代的散文一样 文章有些文章写得非常好 句子也非常的讲究 而且这句子里有很多的才气 有很多比如搞现在散文的人 好像不见得会喜欢他这样的散文 但是能写他这种散文的人也是料料无几了 这是198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范曾拍摄的纪录片 虽然今天来看他的拍摄手法有些故事 但影片本身足以说明当年范曾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影响力 在国内内享有很多的生意 观众很想进行您在艺术上的见解和道歉 请您谈谈好吧 好吧 我们伟大的民族 从很遥远的白败 就推出那种重大的轻生死 富贵不能移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确的 高尚平等 我们中国已成创造惨烂的东方文 在人类智慧的展规 在今天看来 当年的采访过程显然有导演过的痕迹 但是范曾所表述的重大义轻生死的道德观 以及他对祖国山河对传统文化的赞美 却鲜明地表述了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精神取向 他登高临远 富师树怀 潘灯尽绝顶 势走更恐怖 后路早已断 前行见大勇 实际上范先生本人 他是一个受儒家的传统的思想影响相当深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心中也有这样的一种文化承担 这种承担在今天就表现为什么呢 在今天就表现为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信和对延续这种文化和发扬这种文化价值的一种舍我欺谁的一种责任感 今天看来范增当年在南开大学建立东方艺术大楼 或许正是表现了他心中传承东方传统艺术的一种承诺 我想范先生当然明白一个学生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不是因为有大楼 他捐献这座大楼的用意就是想让自己的这种立场和主张 当然也是很多人对我们民族文化有承担的人的一种希望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化传播研究和弘扬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范增和冯继才相似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那时他们经常在一些艺术活动中会面 当时范增宣布要用他的画笔为南开大学画出一座东方艺术大楼 作为朋友的冯继才见证了范增实践诺言的过程 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能画一座大楼 因为我们古代国有一个画一句熟画叫做画饼充饥 一般人们画的画都是没用的 可是他能画一座大楼我都不敢想象 我还想祝贺我们的南开大学的学生们 有这样一个好老师 我更想祝贺 那个代当时的大学里边 一个艺术家完全凭自己的力量建那么一个学院 我想范增绝对是第一个 因为他不是一个商人 他又不是一个企业家 他没有更多的钱 他完全就凭自己一支笔 我个人能力非常有限 因为我竟没有治过平天下的能力 也没有其他所长 我仅有一支图 能够描写一些我的心理 描述我对祖国几千年自转兴亡的历史的关注 对这个文化的热爱 我当时的画不是很贵 前前后后为了这个楼 我献出了二百张画 二百张画 卖了四百万 所以讲当时的画也就是两三万一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是百分之百的家产 专心的国家 一个钱没留 四百万 你想八四八五年还万元户呢 我想他不完全是三百幅画 不断的有人会找他要画 包括那各式各样的什么 跟他相关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单位 审批的单位 施工的单位 要字要画了很多 或者他很焦灼 动工的时候 我在当时那个工地上有一个讲画 我说我们谁也不能在艺术家的真诚里提成 当时很多艺术家的鼓掌支持 实际也支持他 划东方艺术大楼的时候 他每天五点钟起来 夏天的时候过去条件很差 也没有那个空调 也没有洗澡的地方 那是拿洗澡间 一喷水 在这个厕所里洗一洗 然后往生一倒 这就是浴室 画完了以后 我就把它摘下来 他提完自己 我又盖图章 盖完图章以后 我再给挂上去 就这个时间一个钟头零十分钟 我就就是出一身汗 就不要讲四百万 叫我拿四十万钟来 可是呢 这个大言即出呢 我就就是最初跟你讲的 若狂言 就讲既定目标已有的话 那生命一致 那投注去整个的生命 就能达到 这是我的一个 一种狂 也是种神圣的自尊 今天 范璋的生活似乎沉静了许多 他的慷慨激昂 更多的表现在大学校园的艺术讲台上 表现在他的文章中 范增多次流露出 对那些心存高洁 潜心自学的大隐知识的敬仰 他现在的生活 也似乎有着古代世人的影子 谈诗论话 著书立说 成了他目前生活的主要内容 而在外面的世界 范增狂与傲的名声 多年来却一直如有相随 我曾经也想谦虚 曾经对着镜子 装出个非常谦虚的样子 我发现我那时候非常难看 所以你比如讲我画了张画 画了画我会讲 请你多提一件 我一说这话 我一脸的卑鄙 就显出个卑鄙像 这个凡是天才 都有着狂 这个狂的 我们怎么理解 狂是不是个坏事 他实际你认为他狂 他好像目中无人 实际他连自己也没有 我说狂就是他很自信 他竟然很自信 这种自信是固有的 因为我是一个画家名士的 我基本是一个画家 而且在这点上 我可以毫不谦虚的讲一句 我可以和古今 中国的画家比全量力 比全量力 可是在史学和文学 却搭不起来 你比如讲 人家范增文章写得好 当然不错 可讲 你说我的文章 能达到杭昌黎 能达到苏东坡 不敢说 讲诗写得不错 你写个秋心八首 杜甫秋心八首 我看看 你写片李泰伯的梦游天母音流别 我看看 写手新嘉宣的勇玉乐 给我看看 千古江山 英雄污蔑 深重某数 武谢歌台 风流准备 雨打风吹去 想潮速 寻尝项目 人老进入撑住 你反正读到这个词如何 还狂吗 狂 这个云者 这个自信 在自己心里要有尺度 没有尺度的狂 没有尺度的狂 叫狂被无动 同志 狂者进取 倦者有所不为 凡是狂的人 他都是游泳进取 他在游泳进取的过程里 必然会有一些 为世俗所不能游的状态 这种状态 对他是种自在之物 是自然状态 你说他狂 他还弄鸡 我怎么狂了 就这样 季才生 他就从来没人有狂过 作为一个艺术家 在生活中 范增时常表现出 自己性格中帅真的一面 每到此时 他显示出的 都是与平时严谨智学 截然不同的状态 怎么说 我怎么说 我当时不在 我查一下什么 都是什么 叫什么 自主多情 私自 第二 阴阴狗狗 小人物 小人物 这种小事也糟 可此 可彼 狗 先生有一个品性 是很多人没有的 或者是很多人掩藏了 不表露出来的 那就是真性情 他真性情 他的爱也好 他的恨也好 他的幽默也好 他的严肃也好 这都是他的真 他并不是故意装出这个样子来 他真 他真的是有这样 80年代 在北京一个会 开会的时候 有一人进来以后 拿了一个本 范增认为是找了题字 范增就要让人走 因为好些朋友都在场 就是聊天 那人就忽然说了一句话 说范先生 他说 我一直是崇拜你的 你在粉碎四神帮里 天安门有一个四五事件 那个时候 很多人为了纪念宗里 写很多诗 他说 我为了抄你的诗 被当时的周插队 拿木枪把头打破了 他说 直到现在 还有一个疤 范增的说 你疤个头 我看看 就那人一疤个头 那果然有一个疤 这个 后来范增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记得那个人 好像是叫国清 就是国家的国 清亮的清 范增稍以声音 就说 把笔拿来 这是范增的性格 你把笔给他以后 他当时在本上 马上就写了两句诗 这两句诗写得非常好 他说 江山姓有国清日 江山姓有国家 这种清朗 清和的这种日子 不忘当年顶上画 这就是范增的个性 范增与数学家陈醒生 物理学家杨振宁 在南开大学结识 并成为望年之教 2004年夏天 范增为这两位科学家 创作了巨幅画像 这幅画 不仅展现了范增在人物化的表现 技法上达到的新高度 同时也记录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我想一方面 我是很佩服他的艺术的造诣 一方面我刚才讲了 他这人很开朗 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所以我们很谈得来 范增与杨振宁和陈醒生的交往 除了朋友情谊之外 还有着更高层面的精神交流 科学与艺术 在他们之间 似乎跨越了人们概念中固有的界限 我给他们提出很多 幼稚的科学的问题 譬如我就 我说你说数学很好玩 怎么个好玩 就陈先生讲 这个美极了 美极了 我说你说美 我不知道怎么美啊 他说是很难告诉你 这个美美 我说最美的数学是什么吧 你告诉我 他说简洁 简一个方程 简洁 漂亮 没有拖泥带水 哎呦 我说这和中国学义化不相通的嘛 中国话要搞得脏兮兮的就好吗 要搞得乱七八糟的 这个就好吗 结果的 杨振宁先生也这样谈物理 也这样谈物理 认为宇宙的本体 最终一定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非常单纯 因此你想 爱因斯坦 一个相对流量的公式 讲能量 等于这量成缩度的平方 这成为二世纪最伟大的公式 多减量 了不起 了不起 任何一个人看见了一个老虎 看见一个东北虎 你都会讲这个非常美 这个美 跟这个李白的诗的美 是不一样的 可是有共同点 比如说范曾这个画 他的这个一笔 他给你的这个感觉 就正对 他这个 比如说是我非常喜欢 他的一个打磨 那个背 这个一笔下来 你看了以后觉得非常舒服 这就是最正确的一笔 不是直的 不是弯的很厉害的 恰到好处 那么这个恰到好处 这个恰到这个观念 就跟物理学里头 你发现自然界的构造的一个 基本的结构的恰到好处 是有共同点 相隔三十多年 范曾用其恰到好处的线条描绘的 依然是那些古代的先者圣贤 他作品中的这一特点 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那么对这些杰出人物的理解 和对这些人物心灵的一种考察 可能就是我们对古典文化去接受 和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么他通过描绘这些人 实际上向我们传达出一种正面的 关于这个传统文化 民族文化的一种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今天的范曾虽然拥有现代的物质生活 但是他的精神家园里 却似乎只融得下古代的艺术大家 文人圣贤 传统与古典在范曾身上 交织成了一种极致状态 我认为他把历史 把古典放在太高的位置上 太高的位置 他很崇养这些人 然后放在那么高的位置上 可望而不可及 他最后就变成了一种理想 他的生活就要模拟 这些历史上崇定的人物 范先生有的时候确实讲不信金是无古贤 就是讲我在精神高度上 确实可以跟古人去对话 另一方面 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期许 可能人觉得他是一个生活在今天的金之古人 其实不是 他跟我们一样是现代人 也就生活在我们当下 那院子里的贤盒 树 屋子里那些东西 他那种方式 他的举止 言叹 甚至于他那种思考问题的时候那种样子 我觉得跟他那绘画气质是完全然一致的 有的时候不被人理解 甚至还认为反正是不是有点作秀 他怎么这么生活呢 实际不是 我认为他就是一种把那些历史的 那些我们历史上到达最高境界的 那些东西 那些思想 那些精华 还有能够代表这些东西 那些人物 他放在一个被他太宠敬的那么一个位置上 今天虽然已年逾七旬 范曾仍然保持着每天清晨五点起床 读书画画的习惯 在充满古典氛围的居家庭院里 他为自己刻意营造了一个心灵家园 他看现装古书 写文言体散文 画历史传说中的圣贤人物 提倡复归传统 追求艺术之大美 无论外界如何变换 他一意孤行 始终坚守在传统与古典当中 我基本生活状态 就是身居显出 与天地精神相往怀 与古圣贤精神相往怀 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这些非常必要 可以使自己精神升腾到一个崇高的 正大的一个光亮的境界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个自乐 我现在在天地上 我现在还是一大巴胎 我现在就是音乐 你就是音乐 我现在小孩 我现在跟天地下 有什么 我明明大